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版的字枝报纸 之后将会永久转为网上发行 近年来随着科技迅速发展 带动新兴媒体的不断壮大 有很多传统媒体转型 在传媒变革的路上 会面临什么困难和挑战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电视新闻影像比较大 看起来比较舒服 而且好像讲得比较详细一点 那手机嘛 有时候就一幕太小 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不太方便 看手机字太小太累了 眼睛八十几岁了 眼睛太吃力 我只要听听就好 就是有声音啦 因为我觉得比家里比较有声音 有热闹一点 我喜欢有一个报纸 但我认为 你可能只需要调整一下 时间 但我爱着《Richmond News》 我看着每个星期 我认为这些报纸 但我认为它是网上 对吗 我还没看到网上网上 这一天下着小雨 气温好低 居住列治民的小学生林广浩 放学回家后 熟练地把家门口 后后的一台报纸 放在手推车 和家人一起出门送报纸 每个星期四的这段时间 对于林广浩来说 都是值得期待的送报纸日 每次就是好多邻居 就是帮 就是好多邻居嘛 就是给点礼品什么的嘛 然后呢 每次送好之后 人家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送完之后 回来的人家还过来 就是说 今天你怎么怎么着 给你鼓掌什么的 鼓励一下嘛 就是认识的大家 可以知道哪些家里 有什么小孩子嘛 一起做好朋友什么的 林广浩一家 是在2021年移民温哥华的 在当年的9月份 他就开始为报社送报纸 这两年来 不论回风下雨 每个星期四的下午 他都和妹妹一切 推着手推车 将报纸送到社区 每一户订布的住户家 两年下来 他从一开始 对这个新环境感到陌生 现时 已经熟悉社区的每一户邻居 这份兼职工作 对他来说 除了赚点零用钱之外 也都令他 他和这个社区邻居之间的联系 变得更加近密和熟悉 但是这一天 其实也是他所派送的 Richmond News 这份报章 最后一期出印刷版 不过他似乎还未意识到 以后不能够继续送这份报纸 我想祝福所有的小孩送报纸 他们要是像我一样 下次那时候 什么时候他还有的话 要一起再送的话 也可以再送 和平时一样 他将每一份报纸摺好 放入邻居的信箱 而在家的邻居看到他的时候 会热情和他打招呼 而收到这份 最后一份印刷版的报章的邻居 Brandon就表示 作为独播爱好者 他感到很远色 它是很有趣的 是有个人的经纪 这个是发布的 这些报纸 你不能够 要有个人 做历史 你不能够 有个人 它们继续 看来 在 digital版本 可以在转发 是可以在误纪出来 做成统有个人 我们可以在误纪上 做成统的 可以做成统 这样 就要来 这是解误的 这个故事 是故事 正在误纪 I was incorrect. The problem is when they do stealth edits. They will correct something, they will revise something but sometimes it is not an honest também. distorted revision. Sometimes Is to give a different spin. Sometimes it is they will hide information. When they revise them online. So, I don't know.. I see the print version has the advantage of something's fixed and if they issue a correction in the later edition, 你能够至少 compare 原本的原本的原本 网上是比较有趣的 他們說 你會說 那些東西是在外面 它是在外面 那是在外面 因為你不可以得到 但在外面 有時候 你走到一個網站 然後一旦 它是在外面 或是在外面 它是在外面 所以在外面 東西是在外面 是在外面 而在外面 在外面 東西是在一瞬間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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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有人 還是很偏愛 想看報紙 但是報業 就不斷面臨停刊的危機 混國華 本地中文媒體 大華商報社長 馬在新表示 目前 指張媒體的生存環境 十分艱難 事實上 烈志民新聞報 並不是近年禮 第一間宣布 停止發行紙質印刷報紙的媒體 你看以前到Downtown 你看那個Canada Place 那裡有一個建築 那是Wancour Sun Provence 就是省報和溫哥華太陽報 在那個大樓上 現在都沒了 為什麼呢 都搬走了 Wancour Sun 基本上就沒有記者編輯的辦公室了 裁員了很多 剩下一些人 就回家辦公 一些行政部門的人 到哪去了呢 就跟他的印刷廠 在一塊兒 所以說原來在市中心的那大樓裡邊 租用的一層兩層三層 那些辦公室全都沒有了 都掃蕩 在Wancour Sun 還在出 但是也是非常勉強了 可能還有幾百種的英文的報紙 也都紛紛關閉了 以後就網絡見了 《世界日報》早就關閉了 《星島日報》也早就 也前兩年 也都 《日報》也沒有了 他們就順個週刊 還有網絡這樣做 中英文媒體基本上都是 包括法語的都是這樣 就是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回憶起《大華雙報》 創刊初期的繁榮景象 再對比起目前的蕭條情況 馬在新喜許不宜 我們有20多位員工 大家每天緊緊張張 一週出三次報紙 重要活動 我們都會去採訪 每天好像 有很多事情來講 社會各界 社團組織 商家 政府部門 像我們這地方審政府的人 以前都來過 省市政府 現在都沒人來了 所以聯邦的政府 官員也都有來過 和各界聯繫很多 既是一個信息的平台 也是一個社區活動的平台 那個時候聯繫得很廣泛 我們這個報紙也差不多 創辦20多年了 最初是個週報 後來變成週三報 就是每週二四六出版 以後來又變回 變成週報 現在變成不定時報 就是偶爾 節假日 或者有什麼重要活動 出一些 以滿足社區的需要 還有一些廣告客戶的需要 就是不定期的出 基本上是這樣 簡單來說 比較難以維持 作為紙質媒體 其實報紙還是挺漂亮的 但是呢 時代不一樣 馬在新認為 在目前信息氾濫的時代 面臨轉型升級的同事 傳統媒體其實也有自身的優勢 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或者說他想要發表什麼 自己就都可以發出去 是一種對人民群眾獲取和發布信息 是一種大解放的時代 但是呢 它同時也是一個傳播界 我認為是一個比較混亂的時代 因為就是這裡邊人人都可以是媒體 那就有很多傳播界應該追尋的這些基本規律 有的人是不懂 有的人就說我就根本不理你這個 是吧 我管的真的假的 我一看有趣我就扒就發出去 不管真假 我在社會上造成不好的影響 甚至有的為了語不禁人死不休 然後為了使用人看他這個這條新聞 所以就說的跟那個他所發布的這些信息啊 差值千里 所以呢 他現在就形成一種真假難辨 這樣一種狀態 在面對這種形式呢 其實大多數人呢 就覺得 還是傳統媒體比較靠譜 至少他經過精心的採集 編輯製作 然後有一套把關人的制度 然後再發布出去 可能時效性差一點 但是呢 真實性非常可靠 這個東西 所以現在當人們接觸到 馬上好多信息之後 他說這是真是假 他可能還要回到一些傳統媒體去驗證一下 對此 比斯大學新聞研究院 副教授 Alfred Hamida 則認為 信息多元化是信息透明度提升的表現 這樣可以好好地避免 我們經常嘗試 因為我們不想相信 我們不相信 因為他們會想要保護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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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警察 認為 警察 其實 this is the truth then actually we're misrepresenting what happened and we're harming communities we're always trying to navigate that this really difficult area to get at what happened and when we talk to people they will ha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as journalists we assign weight to thos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often historically we've assigned more weight to sources in authority politicians police other bodies like that than we do to ordinary people if one thing we've seen with social media is in some ways it's leveled that playing field but it's allowed people to come up with counter narratives to what is coming from official sources and i think this is an important lesson for us as journalists that we should not just blanketly trust what official sources tell us every source we talk to has an interest what people can do that they can easily 發放信息的時代 傳統報紙媒體的經濟效益 每放越下 以長者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受眾 由於未必追得上新興科技的步伐 不斷被迫處於信息孤島 在這種情況下 這些長者的心聲是甚麼 我們下一次回來再看 歡迎回來節目時間 對於從小就習慣看報紙 和電視長大的一代人 傳統媒體無疑是他們心目中的 可靠消息來源 而隨著報紙的接連停刊 這些自小就習慣看報紙的人 感嘆自己被時代所拋棄 來自本阿比的市民陳志剛表示 他平時也會使用手機看一些資訊 但是對比起來 還是更喜歡從印刷版的報紙獲取信息 自從有一間報館 即是他們沒有再做新聞之後 報紙沒有再出新聞報紙 我就沒有再看這間報館的報紙 現在我就是看另外一間的中文報紙 他們的網頁 我發覺看報紙對我來說 我打開一張報紙 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用我的雙手去看一份報紙 動作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我用一個電腦 或者用手機的時候 基本上我是用一個手 去做一個 去搜查或者搜索 對我來說 不是太方便的一件事就是 因為它的螢光幕亦相對來說 也不是太大 對於這些看電子版的東西 看太久 對我的眼睛 我覺得不是太好 特別是我是戴眼鏡的 但是如果報紙 我可以 譬如它的字會比較大一些 我看的時候我沒有那麼辛苦 這個也是很視乎個人的選擇 他表示除了報紙 他也喜歡看電視 他認為傳統的媒體 有著新型媒體沒有辦法代替的功能 我個人覺得如果有一部電視 我去看一個新聞 在一個家庭裏面 或者我太太或者我兒子 他們聽到 大家都會有一個凝聚 大家可以走在一起 為何會有這個新聞 我們可以討論 我兒子可以表達他的意見 我太太可以表達他的意見 我自己也可以表達我的意見 我們大家的意見說出來 我們可以去探討 我覺得會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我們去看一個事情 發生的實在是一個甚麼原因 但是如果我用手機看 很多時候都是我自己看了之後 這就是我個人對這個新聞的意見 或者我太太、我兒子 他們未必會看到這個新聞 我覺得看電視有一個好處 所以大家可以認聚在一起 去分享電視的新聞或者娛樂 我覺得是挺好的 而居住在溫哥華一家養老院的 85歲長者關玉英也表示 傳統媒體是他目前能夠 和外界取得聯繫的重要方式 每天都在看電視 就是這個事 比方說這個下雨天 也不能出去走追 比方說天好嘛到哪兒 三層步啊對吧 大家碰碰頭啊 講講話 你現在這麼是大雨 也不能出去 就在家了 就是看電視了 我們就叫 吃飯睡覺看電視 只有一天就死人了 沒有這個電視 我們和社會人就脫節了 什麼人 更加什麼 要在家了就變成痴呆 而養老院的另一名長者 曾紹興也表示 隨著新媒體的普及 自己獲取信息 反而是越來越不方便 我覺得是不是 就是說 現在的科學這麼發達 是不是 各樣的交通信息都這麼發達 就是我們這些老一輩的 就覺得跟不上形勢 對 就覺得 哎呀 我們都 拗了 都是落後了 就是 就是 不跟年輕人 這麼 知道這麼多東西 都覺得是 就是 沒有以前 這麼 廣泛 什麼 就是 如果你取消了這些報紙 就是 覺得自己 跟不上時代 整天覺得 就是 覺得自己 好像 我們都被這個時代拋棄了 這樣 接著 子女就鼓勵你 那不是拋棄的 你願意學 都學到東西的 我說 我說好 等我有空就學 他說 買一部電腦來學玩玩玩 我說好 等我有空去買一部電腦來玩 曾紹勤表示 他也都不斷嘗試 學習怎樣使用電子產品 目前 已經懂得用手機發微信和子女聯絡 但是 本地新聞和社區的相關資訊 主要都是通過電視 電台等傳統媒體獲取 如果電視的我選哪個台 我看中文台 我或者看國語 我都可以 那如果是電腦 是有什麼不方便嗎 電腦我覺得又比較小 眼睛又不是那麼好 要戴眼鏡 是不是 我就覺得電視 就比電腦好很多 所以就 一路都沒有打算買 買電腦的 那女兒說 不如你買一部電腦 自己學一下上網 學一下東西吧 我說 沒有你在身邊 我怎麼敢 經常要去請教別人 我說要去找隔離輪社 我說不知人家認不認識 不是個個都認識 我們這樣的年紀 對此 本地長者慈善機構 嘉儀中心的執行董事 王志雄就表示 對於本地大部分的長者來說 傳統媒體 仍然是他們獲取信息的重要工具 我們最近做的調查 有百分之七十八的老人家 他們都是依賴傳統的報紙 所謂報紙媒體 收音機 或者電視 去接收資訊 而這個 接收資訊 其實是一個 和外界聯繫 一個 令到他們能夠 融入這個社會 很重要的渠道 而我們看到 加拿大 我們經常說 一個社會包容 一個社會 其實 正正是因為 這種 對數字媒體 這個 Digital的媒體 他們不是那麼熟悉 其實 每天都是 被這個社會排斥的 他表示 為了幫助長者 更好地適應 傳媒的變革 他們的中心 會為長者安排 電子產品學習項目 同時也會通過實體的活動 給予向長者傳達最新的資訊 但是 其中也遇到一些挑戰 最大問題 就是 說了他們都可能不懂 還有 你要留意到 現在我們的手機設計 我們所謂的 手機或者上網的設計 其實對長者 是很不 叫做 user friendly 因為 你看到 他們的字 不是很大 還有 你要懂得用 也挺複雜的 那他們的問題 就是 他們自己不懂 還有另外 大家都不知道 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在加拿大 上網的費用都挺貴的 這是對他們 絕對經濟來說 是很難負擔的 另一方面 中橋護助會行政總裁 周潘坤寧就指出 長者要積極 信應時代的潮流 適時作出改變 才能避免被時代所拋棄 其實有些老人家 他們當然因為有 或者幾十年都習慣了看一張報紙 或者是看其他的刊物的 就是printed paper 當然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失落 但是你知道 日新月異 對於所有的數碼先進的資料 其實都可以上網看到 疫情其中 因為我們又要群著洗手 那張紙未必是乾淨的 所以很多時候 每個人都已經改變了那個habit 就是他們的做事的認識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 譬如他的平板電腦 或者是用iPhone 看他們的新聞 其實是一個慢慢的改變 不是一個很急速的改變 對於有些適應到的老人家來說 他的慢慢的改變其實不是差的 其實你去酒樓或者去機場 你看到其實很多老人家 都是拿著一個平板電腦 或者他的手機 那你看到慢慢的 他們的改變 和他們的嗜好是不同了 那當然有些老人家就是 我不可以跟著這個潮流改變 我不行這樣 那當然是其中有人是會留了 就是 left behind 比斯大學新聞研究院副教授 Alfred Hamida指出 傳媒變化背景下 作為傳播機構 需要更加全面地照顧 不同受眾的需求 不是考慮經濟效益的同事 也都要兼顧社會效益 作為傳媒社會 發生這個困難 where you have your existing audiences that are maybe getting you through print but it's not growing and in fact that is declin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re saying well how can we look to the future and attract these younger audiences that live and work online that get their news online and we've seen increasingly publications in Canada abandoning their print and moving solely online largely it's done for commercial reasons print is not as valuable and as it has been in the past but the risk there is you're going to lose your most loyal audience because your loyal audience will have grown up using print using broadcast what happens with our media habits is they're shaped when we're young so whatever we grew up using as media is the media we tend to bring with us into the rest of our lives what we're seeing is an older generation that grew up with print and broadcast that still relies on that to learn about the world but at the same time for news publishers for journalists we're seeing a growth in younger generations who live online get their news on social media get their news through TikTok so you have a delicate balancing act in terms of you don't want to lose your older audience that maybe relies on print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need to invest in the younger audiences that would never even think of picking up the newspaper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